各位觀眾 香港第一位女騎師 江碧瑋小姐 你好… 香港沒有人認識的 騎馬頂呱呱 聽說你有兩個法國的丈夫 前後都很懂得吃法國菜 我前夫因為她也是騎師 你知道騎師很餵食 我現在的丈夫對食物很講究 她剛做傳數者, 做了兩年 那你請給我介紹一下 這個法國田螺 好, 你幫我拿 你會看到田螺的尾是圓的 我們一定用尾去拿 如果你不是拿著尾 你用哪個方向去拿肉出來 所以我們夾住它 然後將尾屈出來 這樣就可以…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教我 我吃法國田螺, 這麼正宗 先筆一筆下面的薯蓉 這個才是主菜 非常好 然後我們可以夾在一起 通常吃的就是這樣一口 我比較喜歡多一點的蒜 多一點客氣 在家裡自己做, 很繁複 你不要看它, 一碟田螺就拿出來 薯蓉當中我們會調味 所以由腰的田螺, 拿一些汁下去 由一位出色的女騎士 變成一個法國的煮飯店 你如何接受這個心理和生理的過程 因為我兩任丈夫都是法國人 所以我有很多機會可以接觸法國菜 而且我在法國也住了一段時間 加上有小朋友的關係 煮的菜又要多花款 也要講求營養 多數派對都是在家裡吃飯 所以我們在家裡吃飯 就是要去想菜 在品嘗的時候 其實你會鑽研食物裡面 其實加了些什麼 可能有時候加了一些很少的東西 就令到那個味道很突出 這個菜的表演很漂亮 對, 很漂亮 這個在家裡也挺難煮的 這個是類似紅菜頭之類的 配合很好 是 夏天吃很好, 美味這個 其實是因為結婚之後 我有一次在神粗 應該是那次意外跌下來 內臟凹傷了 是 我每天都上榜 那天上榜的時候 由我第一天開始重3磅 第二天又3磅 第三天已經重10磅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會有了 然後我媽說有了也不會重得那麼快 我就覺得很不同 我就去看醫生 其實我就是腎組織 調轉了 怎樣才是調轉了 就是我把我的營養排走 把我的毒素留在身體裡面 發現了我其實是一個 叫做腎臟病變的一個病 是否很罕有的一種病患性 其實現在在醫學上都沒得醫 怎樣才是沒得醫 就是沒有了期 藥物我是要用雷固醇 所以雷固醇你也知道 是一個運動場上的遺禁品 所以其實由我第一天知道我有這個病 而我第一天開始吃雷固醇之後 其實我已經不能再跑馬了 病的一剎 就突然在最高的地方掉下來了 那又無了期了 是 怎樣自己去 在這個磅中抽到腿上來 其實就是… 說你也不相信 就是因為貪靈 因為在我癌症的時候 我曾經去到那個磅數 去到80磅 你一直不開心的時候 是一直會瘦的 我想我大概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去招勻10磅左右 其實我想和不想 我的病都會在這裡 為何我這麼早結婚呢 我20歲結婚 我22歲有病 我想在我35歲之前生四個小朋友 為何你有這麼大的意志能力 說要生這麼多個小孩 因為我想有兒子有女兒 我每個都不幸 四個都是女兒 或者四個都是小孩 但是因為我有病 生小朋友的計劃 突然又出了一些問題 試了一段時間 都不可以成功受孕 我就走了去做事故嬰兒 你真的很勇敢 過程真的很艱鉅 是辛苦的 三年的時間 我做了九次事故嬰兒 最後一次就有了我大兒子 我小兒子就怎樣 小兒子是兩年之後天然的 你真厲害 經歷過那麼多苦中苦 你全都熬過了 你很快進直路 就會繼續贏 好 我現在很多人都會有 這兒子的 cyt法 有了 就該死了 再生死了 我應該進來 他記得 我都是 我最意志的 我能把你